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台灣大秀行 走對著鄉天的咖啡 來去行啊來 哈囉 everybody 沒錯 我是在火車站 可是你們知道我在哪裡嗎 今天行啊來出任務 那我讓你們猜猜看好了 瓦斯爐猜一個地名 沒錯 就是我們的林內車站 可是我說起來很妙耶 林內這個地方我知道就是人親土親 但是我不知道這邊的食物親不親 到底什麼東西好吃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做最大的挑戰 來個突擊好不好 那我們找一個在地人好了 應該是這邊帶來 可以帶我們去吃比較道地料理的 那有一個年輕人應該比較知道 我們怎麼找他 同學 同學 唉唷 老師 你是我高高同學 你是我高高同學 欸你來這裡做什麼 我今天來路逛要來啊 逛要來 對啊 我們哪來路逛要來 欸我跟你說這今天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因為我有一個天在睡 阿永永迷茫齁 林內車站 這樣好 對就說要來這裡 阿不說真的我不知道這裡有什麼好吃的 我跟你說 我今天很隨機喔 來哪來找我就對了 你忘記我就是林內人嗎 林內 對 所以 我帶你去吃好料的 欸對餒 好不好 欸今天很幸運欸 好好好 那我今天的這個美食的這個搜尋就靠你了 好沒問題 走 但是夠 不好意思 湘婷就是這邊 就是這間麵包店 喔麵包店喔 對 可是嘉義麵包店也一大堆 這間麵包店不一樣 我帶你來看 欸不過我說真的 你真的是暖男一個啦 怎麼說 這麼多麵包當早餐啊 對 我要自己帶回去我跟你講 不是啦不是 不是吃這個啦 吃這個就 這什麼地方對不對 當然是帶你來就是要 看不一樣的東西啊 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今天你是 你今天是達人欸對不對 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到這個嗎 這不是生日蛋糕喔 等一下 這叫做 這是什麼 爆漿大菠蘿 這是菠蘿喔 對爆漿大菠蘿 顧名思義就是菠蘿 看一下這個大小 比你的臉還要大 不要講啊你看 比我的臉還要大 欸太瞎了吧 這個菠蘿 真材實料 我說這看起來就好吃 我們說真的 以前我跟你說喔 為什麼叫爆漿大菠蘿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切下去之後呢 裡面那個濃濃的椰漿 那個那個 那個漿就就噴出來 流汁 就是火山爆發了 有想要吃嗎 當然啦 我跟你講我是吃菠蘿達人喔 什麼 喂 人家的老闆都不會吃 你這個黑鍋 我跟你講 切菠蘿的 一定要拿 對的刀子 來 要不然切不 切不過去 好 那我要拿一首對的人嗎 沒有 還要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 感覺很重要 你這樣切得漂亮嗎 講得一嘴好功夫 結果也沒有比較厲害嘛 不過這個爆漿大菠蘿 每天現烤 看它出爐的樣子 就讓人忍不住流口水了呢 還是趕快讓我吃吃看吧 我知道你最近在鹹肥 所以我就切得比較大 你這裡 你怎麼這麼好 來 有沒有看到 欸 有沒有看到 來… 這真的爆漿 啊… 啊… 這真的… 有沒有 有沒有 爆漿 有沒有爆漿 你看你這貼心啊 好像你這裡有的 你看看這個跟拍一樣嘛 老闆娘 我看到你來現場沒辦法來 這塊沒辦法 沒辦法開玩笑 我知道你的用意 這一塊是我的 那一盤是你的是啦 你看看有沒有 爆漿了有沒有 真的爆漿 這不是在臭丐的 好像火山爆發 因為邊吃它的酥皮一直掉 有沒有 然後你要 你要大口的咬下去 你看看 你看看有沒有 你看看有沒有 哇 很過癮耶 重點是它不會很甜 對 我跟你講喔 來到我們的這個 拿來鄉 就是要來找找這個大菠蘿 嗯 你知道 我們這個菠蘿喔 每一天都差不多中途先出路 嗯 所以我們的好朋友 你也說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也不能太多來 喔 太多來你就買了 不過我知道 我今天起一個大早就來了 對 對啊 一般喔 一般喔 一般如果是像假日啊 週末假日啊 這排隊都排到外面 剛剛喔 在外面啊 有聽到人家講 它這麵包也很好吃 對 對不對它有蛋糕 對 喔 我們這西湖喔 都是幾乎十年了 有西湖啊 有傳統的麵包 也有這個 新的這個巧思在裡面 這個真的很好吃 最有雞蛋就是吃這個盆子 嗯 不行啦 包裝也要吃啦 而且它是做蛋糕 我覺得蛋糕應該很好吃 對 對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棒 你可以來體驗看看 好 喔 那我們去看蛋糕 好 好 哇 看到老闆做蛋糕的樣子 讓我也好想試試看喔 不知道老闆 是否願意讓我這個 被主持耽誤的蛋糕師傅 試做看看呢 所以老闆你要讓我試嗎 好啊 真的喔 對 這套飯這裡還算我耶 讓我吃 好啊 好啊 你看看你看看 姐的這個架式 看起來就像專業的蛋糕師傅吧 生日快樂 母親節快樂 父親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每一天都快樂 送給你 我真的覺得我今天隨機來的這個 決定來臨內是對的耶 好吃 光第一站我就對你有信心了 我跟你說 不是只吃這個麵包 就滿足了 我們這個拿來這個麵包 如果是第一名 對 這是算甜點的第一名 小點心 對 小點心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第一名 什麼 就是我們的拿來最出名的 白骨台翁 白骨台翁 那就是排骨飯喔 沒有錯 我跟你講排骨飯如果不夠特別 你就不會出名 他既然都出名了 一定是很厲害的地方 我跟你講 這個白骨台翁 只要是拿來 一定都要去吃這個白骨台翁 真的嗎 沒有 沒有在嘲笑的 我雖然煮那個麵包對你有信心 但是白骨也很緊張 我會感情 等來看你就知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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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庭有看到嗎 這就是我們拿來最出名的白骨台翁 這個真的是 我餓了 我餓了 我跟你說等一下 注意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這個排骨大王第三代的掌門人 原來是 曾老闆 老闆施敬施敬 原來是我們的排骨大王啊 兩位主持人好 湘庭跟吳治 你好你好 我真的餓了耶 天啊 我跟你說 來到這裡一定要來找這個白骨台翁 你知道嗎 他來報道就對了 對 因為聽說我們現在已經 七十多年的歷史了 真的假的 八十幾年 八十幾年了 八十幾年了 我剛才說的已經九十幾歲了 你怎麼保養 你怎麼看起來 很年輕 你做八十幾年了 好啊 你到底是要來吃東西還是冷宵的 怎麼樣 蠻顛覆我的感覺耶 因為 這個 來來來來 讓你們看一下 這真的齁 我都全工夫 像你說這是 黑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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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體豬 所以它的肉其實還算蠻紮實的 對 但是 不會熟 不會硬 對 我覺得這真的讓我感到厲害的地方 而且你有感到你咬下去那種香氣 古早味的香氣嗎 對 對 我本來說實在 我都看到我覺得它應該硬不硬 這不會啦 因為那個董 你也會覺得它是蠻紮實的肉 對 可是咬下去這樣不會耶 對啊 為什麼你有幫它做蠻紮實的肉 我每次帶肉都會去打過 手工拍打過 要打一打 這樣喔 要打一打 打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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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黏粉 會脂 激料 它全部都會滷 所以 七道自成喔 對對對 這麼搞的 其實我對這個排骨飯情有多重 因為其實我 我也是這個拿來 我搬來這個拿來的時候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排骨飯 很驚豔對不對 我想說 好 本來我的心目中 第一名是那個 火車便當那個排骨飯 以前我們小時候我吃過 但是 尤其我吃到這個排骨飯 它變第一名 它就變第一名 因為它被打過啊 對 它被打過啊 這算是第一名啊 這不打不成氣 你懂嗎 好不好 果然 豬腳 好不好 一般的豬腳都吃的是 暖 我們的豬腳是吃 軟Q軟Q 軟Q軟Q喔 對 軟QQ 你建議我從哪邊下手 這邊都傳散了 你如果這裡就加一點Q 我整個搖啊 整個搖啊 就整個軟Q軟Q 用正的喔 對 晶瑩剔透 你先介紹你的瘦肉來 我跟你說 這齁 沒什麼好介紹的 吃下去 好吃 欸 這很大力的耶 沒有 好吃才是重點喔 我一看 不錯吃人吃就不好吃喔 你掃聲喔 我快吃 我吃幫忙喔 這是 這是為你補過的嗎 我真的要說一個 好香喔 我本來也以為它是應該很硬的耶 結果也是 軟Q的 超Q的 而且你一包下去 那個香氣就跑出來這樣 瘦肉的部分 不會讓你打嗆 可是肥肉的部分啊 你要吃起來Q而穩膩 它就真的是健功夫了 而且這上面有豐富的這個膠質 女生可以多吃 欸 這裡沒在做好夠耶 真的好吃就是好吃 欸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耶 老闆 因為我們來這裡有這個蝦子嗎 我以為你們的蝦子特別大隻 特別漂亮喔 特別漂亮 特別大隻 這是什麼蝦 蝦 日本名蝦 嗯 這個啊 日本名蝦 日本名蝦喔 吃看看 沒有 現在是 我們來這裡有還是 我變相機來都有啊 姐姐最愛吃名蝦 不怪耶 我感覺它就是 好像很漂亮 你是在品嚐什麼 它有一個酒味 這個有花椒酒 花椒 對 花椒酒 加一些重要材 可以醃的 蝦耶 可是這樣醃它的肉不會老掉嗎 不會 好漂亮喔 哇 我這蝦肉 很Q彈 會Q 這個蝦一定是 在它是 新鮮的時候 就先浸泡過花椒 嗯 然後呢 大概浸泡七七 四十九天之後 再來清蒸 這樣對不對 這樣這樣這樣 對啊 它就 它就 複聯膜了 因為蝦你一點不可能 先吹牛扁啦 一定要先醃製入味 然後再幫它清蒸起來啊 對啊 但是要醃多久我是不知道啦 然後 想知道自己的 你學功夫好不好 不然是 女兒有沒有 隔音 好啦 想要吃好吃的料理喔 觀眾朋友你們要自己來吃吃 喔 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拿來 這個派出所頭前 頭前到這段就對了 要翻角喔 頭前出來十路口 翻角那間喔 翻一個角過的 是另外的旁邊 是那邊的旁邊 對對對 要先跟你們說 為什麼要開在警察局的旁邊 因為你如果沒有納稠 呵呵呵呵 警察局才會這樣 真的是好好吃喔 看起來普通的家常菜 竟然可以這麼特別 這麼好吃 真是讓人越吃越顫口呢 明智果然是行得來的喔 讚耶 啊 明智 我覺得這輩子遇見你 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因為我剛好遇見你 留下主題才美麗 風吹花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我還是有一點遺憾 什麼遺憾 就是說白骨飯大家都有在賣啦 對 你如果說像麵包也都有人在賣 是不是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再特別一點的 比如說 異國 或是什麼樣的結合之類的 喔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覺得要特殊的嘛 想說要吃一些比較機殼的 還比較機殼的 當然要吃就要吃特殊的啊 我先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在我們這個拿來呢 嗯 在古早古早的時候喔 有一個這個 這個原來的水果牛仔 是 他很會做料理的 是 再來我們這個台灣喔 用到這個 原來的河粉 配合到我們這個 台灣的牛肉麵 兩個一起結合 結合後再配一杯 這個原來的咖啡 嘿 一絕啊 那我們是不是要來一首主題曲 什麼主題曲 牛肉 泡麵 吃咖啡 嘿 不是啦 這樣滿適合的 是真的好吃啦 越南河粉牛肉麵 加越南咖啡喔 沒錯 阿南咖啡喔 對 在哪裡你知道嗎 南咖啡加錢 會吶 等一下吃的 你一點不相信 真的有這麼特別的 有有有 好 我跟你講你不能讓我失望 我到現在為止 大概99.9分喔 好 好不好 好 來 妳在這裡 這麼特別 你看外面那個燈籠有沒有 那個就是這位越南的姑娘 從越南特別帶回來 喔 是喔 沒有錯 難怪有點越南味 但我們剛快就說 期待了吧 期待了 來 走吧 走吧 牛肉麵加咖啡 好配合喔 牛肉麵加越南咖啡 耶 我沒有騙你吧 你真的沒騙我 我只是把他想說 咖啡加在牛肉麵裡面 你聽我告訴你 這就是我們故事中的主角 原來是我們的這個 美麗的越南小姑娘 沒有錯 真的 其實喔 這間店是我鄉鄉發現 這樣喔 唉 我知道啦 因為你看到 有一天我們 美麗的姑娘站在門口嘛 對 不是啦 你就看到這麼漂亮 你就進來啦 不是 因為喔 其實外人就是 色性也嘛 比較有意思啦 比較想吃一些 比較雞腳的東西 那有一天我就驚驚驚 看到這間店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哇 這間店很特別 進來看看 那是賣披薩還是賣漢堡 結果竟然不是 結果吃一次我就 哇 真的好好吃 就屌了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我相信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它這個湯頭 真的非常的清香 就是你會覺得 是很爽口的那一種 因為一般牛肉麵 你覺得油 會比較油膩 可是它不是 它是很清爽 很爽口 而且你有看到 它這個 它這種無肉 吃起來好像淡淡的香味 也不會 不會太 比較濃稠這樣 它這算清燉嘛 對 清燉可以做到 都沒燥過嘛 很厲害耶 這就是南美台所在啊 真的耶 那你要吃不吃這個紅燒 這是台式的嗎 對 這個是 沒有被重視的華式 你 可以說這個牛肉 是什麼比較平衡的地方 這個是 是 外南我們的紅燒牛肉 紅燒 越南也吃紅燒嗎 有 越南也有紅燒喔 對 那我要吃這個 你們吃吃看 有沒有跟台灣一樣 應該 這肉吃超厚的耶 這肉就比較厚了 對 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屬於半斤半肉 對不對 這個是老鼠肉 啊 老鼠 對 老鼠肉 老鼠肉 老虎 小小 不清楚 老鼠 所以它是那個 它是細麵耶 對 你看看 哇 晶瑩剔透 而且我覺得它的湯是膏的耶 對 要讓你哥哥比較老虎 我要去試試看 故意煮這樣嗎 對 真的喔 這像根麵耶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你一定覺得很鹹的對不對 不會喔 它不會很鹹的喔 它的氣味嘟嘟好喔 它這個像麵線耶 欸 它這個紅菜頭 燉得剛剛好 真的喔 很入味 然後咬起來那個口感又很 剛剛好 欸 吃一個看看 你看我來講 人家看你媽媽的 牛肉麵的湯是膏的 在我畫嗎 你看 它這個湯是膏的喔 我覺得像根麵耶 對 像雞 我們台灣的雞 啊 像雞 還有點牛肉麵這樣喔 今天這桌這樣 很豐盛 很脆鬆 這桌一般這樣 小家庭來吃有沒有 剛剛好 剛剛好 還有西式的 還有越南式的 嗯 也有清爽的 嗯 再來吃了一遍 還有咖啡的湯 對不對 對 我要問一下 咖啡就咖啡 為什麼要把它分成兩個 啊 說了你吧 這就是人家的工夫嘛 欸 這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在裡面是咖啡粉 我們咖啡粉 我們現在倒進去 我們倒 倒熱水 倒熱水 倒熱水給它慢慢 它慢慢滷過 慢慢它 手它滷下去 哦 原來這樣的設計 是有它的巧思的 上面這層用來濾咖啡 加上在底層的煉乳 唉 說這麼多 我來幫你們試喝看看吧 它這個是明明就是現沖的喔 可是你會覺得它很像 波浪咖啡 真的嗎 真的 外面在做的那個咖啡 它就是很濃的那個味道 對 比較不會苦 對 比較不會苦 因為它是加了那個煉乳的關係 所以它那個煉乳的味道 就要把咖啡的苦味沖掉了 來到這邊呢 第三站 真的是滿分 讚 真的 謝謝 要謝謝你做美味的料理給我們吃 對啊 那 愛吃越南料理的好朋友呢 你可以來這邊 嘗嘗看我們今天桌上所有的料理喔 好不好 你等一下吃看看 OK 等你囉 真的很不錯耶 當然啊 吃飽喝足 當然啊 這風景超讚的 我跟你說 這個地方喔 就是這個拿來最漂亮的叫做龍過脈 龍過脈喔 對 這個廟就是我們最高雄書的廟 喔 但是呢 我跟你說喔 這個在日據時代喔 這邊是有日本人統治的 所以你看看遠遠的地方 有日本的鳥居有沒有 有 非常的復古 非常的這個日據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坐在這裡 來看一下這個 拿來最漂亮的夕陽喔 這個是今天最棒的角度 對 最美的 今天真的很高興能夠來到林內 推薦大家有空可以來這裡走走喔 那麼讓我們一起在夕陽下說聲 來起航阿來 成功喔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